来 徐阳 徐阳 兄弟 明月 元香 你们看谁回来了 元香 你们终于回来了 舅妈 舅妈我想死你跟舅舅了 元香 你怎么又胖了 我没有 你没事儿吧 没事儿 没事儿 好呢 我回来了 回来就走 回来 回来了 我跟承天这次去西州 不仅买到了珍稀的布料 而且还学会了做香膏水粉的方子 所以我想让我们的铺子 主卖胭脂水粉 顺带售卖成衣 你的意思是 咱们可以两种买卖搭着做 舅舅 这个胭脂水粉 可不是一般的胭脂水粉 霓裳这次在西州 学会了很多药用 将脂粉入药 既能助盐又能有生 在咱们京城可是独一份儿啊 咱们这个店要是能开起来 保不起有多火呢 舅舅舅妈 咱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这真的吗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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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要做什么 舅妈和舅舅都支持你 你是做大事的 我们相信你 对 给你舅妈的 想干什么 大胆的去干 谢谢舅舅舅妈 咱们五个 又可以大干一番了 不要 你这杭头会那边 你说禁止我们重新开业吗 他们进的呀 是方式制衣铺 咱们新铺子呀 做的是全新的买卖 而且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 什么时候开张他们管不着 当心抬劲 往 往里边走 往里边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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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你跑了快 把这个给人小秦姑娘送去 舅妈给人买的一个谢礼 是个手料 快去快去 跑快点啊 小秦姑娘 这个这样放 你别挡着我的衣服 小秦姑娘 陈天 这是舅妈精心为你准备的礼物 你收下吧 我不能收 只要她要再欺负我 我就不给她吃了 你就收下吧 真的不能收 这是我们一番心意的 真的不能收 你就收下吧 陈天 这本就是我份内知识 王爷知道会怪姐的 谢谢 下次 好 那带我们向王爷问好 好 小秦姑娘 慢走 好 陈天倒是买了个好东西 硬是不给我看 说是啊 要送给心上人 你说她心上人是谁啊